大家好 歡迎來到電腦王阿達的頻道 大家生活中最常使用的APP軟體有哪些呢? 我自己最常使用的就是LINE 因為一天的生活很少離開通訊軟體嘛 畢竟總是有一些工作或是親朋好友的訊息要恢復 目前LINE在台灣擁有2100萬的活躍用戶 是目前市佔率第一的通訊軟體 但大家真的熟知這些每天都會用到的APP嗎? 今天這集就是LINE的全攻略 快來看看有哪些你不知道的使用小技巧吧 影片最後還會有免費貼圖領取資訊哦 有興趣的朋友千萬別跳過影片哦 相信大家多少都會有不小心傳錯圖片 或是檔案的尷尬情況吧 最新更新的LINE版本中 出現了一個新的防錯提醒機制 來避免大家又犯糊塗啦 只要在聊天室中以拖曳的方式 傳送到檔案給對方 就會出現預覽畫面 而且啊這個頁面不只可以預覽 還可以調整傳送檔案的順序 只要上下拖動就可以調整 也可以在以拖曳的方式添加你想要傳送的圖片 或是檔案 只要拖曳過去 它就會出現在預覽的頁面中 要是不小心真的點錯檔案 也可以透過右上角的小叉叉進行刪除哦 這個功能呢 雖然看起來好像要多一道工序 但是在這個大多數人都用LINE來聯絡工作的時代 提供用戶再次檢查是否傳送正確的檔案 是非常重要且便利的 但如果你實在覺得現在也多了個回收功能 真的有必要再多這一道手續嗎 覺得這個功能實在很麻煩的話 可以到LINE電腦版設定聊天 關閉檔案預覽就不會再被打擾囉 最後提醒大家 這個功能只有在拖曳檔案過去聊天室的時候 會跳出通知 如果直接按左下傳送檔案的按鈕 檔案會直接進行傳送 不會有再一次確認的機會 大家要多注意哦 在疫情期間少了面對面的溝通 雖然現在已經沒有像之前一樣 大部分時間都在遠距 但仍有很多人會用LINE來聯繫工作事項 貼心的官方也知道大家的需求 所以推出了很多便於辦公的功能哦 在LINE電腦版中可以自訂聊天室分類 LINE聊天室分類功能在電腦版 可以先從設定啟用 按下設定後點選聊天 右邊就有一個聊天室分類功能的啟用按鈕 接著我們轉回我們的聊天室頁面 可以看到基本的官方設定好的 全部 好友 群組 官方帳號 和社群 若想編輯順序 新增分類 都可以點擊旁邊的調整按鈕 也就是編輯分類來進行設定 按下去後 只要透過拖動就可以調整順序 按下右邊新增的按鈕 輸入分類名稱後 選擇希望加入的聊天室 並點擊新增 就可以依照自己需要去創建新的聊天室分類 我們可自訂最多10個聊天室分類 那如果後續想要變更聊天室分類名稱 可以在想變更的分類上 按右鍵一下 就可以輸入想要新分類的名稱 最後如果想要刪除分類 只要想刪除的聊天室分類上面點擊右鍵 再按刪除分類就可以了 提醒大家上面所說的變更及刪除分類 只是用在自己所創建的分類上 官方內建的是沒有辦法用的哦 第三個要跟大家介紹的 也就是個人覺得最實用的功能 就是文字效果選擇 這個功能目前僅在LINE電腦版上可以支援 透過這個功能 我們可以讓想要的傳送訊息更清楚的呈現 我們只要在打字完成後 點兩下 並選取你想要套用效果的文字 就可以依據你的需求去做調整 下面我們用一段點餐的文字做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在關鍵處使用紅字框 像是去鹽、原味、去冰等等 大家對於點餐奇奇怪怪的要求 就可以清楚的標示啦 再也不怕有買錯的風險了 在這個功能裡還有很多效果 這邊我們簡單的示範給大家看看 例如粗體、斜體、段落框等等 而且就連刪除線這個功能也有 如果你覺得用滑鼠去標記 很麻煩還要回去框選跟點擊 也可以參考只用鍵盤做標記這個方式 在你想要標注的文字前後加上符號 例如想要字式出體 就在前後加上米字號 想要字式紅框標記 就在前後加上這個符號等等 這裡有一點要提醒大家 那就是在標記的時候 要記得在符號前後都留空 這樣電腦才會幫你去判斷 這是需要被標記的文字 最後就是我們的貼圖領取的相關資訊啦 我們幫大家整理了可以免費使用 180天的所有貼圖以及領取方式 只要掃描這個QR Code 就可以看到這些資訊啦 歡迎大家踴躍領取哦 這集賴的全攻略 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集見哦 按讚、分享、分享、�를煮詛 Leven 禁錄